北韩士兵真的变炮灰的 那个地点生死的现场就在豪宫 唯一一个幸存终于出来 他居然说普丁骗了金正恩 害我们送到上这个战场去变炮灰 这是怎么回事 俄罗斯现在 然后他整体的这个兵员的状态是怎么样 其实外界都非常好奇 不过在最近的时候 北韩的这个外交部长前往这个莫斯科 他甚至提到了说 北韩跟俄罗斯的友谊 已经到了什么 坚不可摧的军事战友等级 那这个当然会被外界解读 就讲说你那个北韩 是不是会不断的采用军事援助 甚至用人力援助的方式 去协助所谓的俄罗斯 不过你刚刚特别提到说 之前传出有北韩的军队 上战场去帮俄罗斯打仗 团兵 现在开始有这个讯息出现 为什么 事实上就有这个生还的这个北韩士兵 他就讲到说 他们其实没有受到一些什么现代化训练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旁边有一架五人机 这个士兵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五人机的时候 居然顺手拿起旁边的这个石头 想要去丢这个五人机 结果一瞬之间 你看五人机感觉好像被他K下来 你看他把他打下来 他以为没事了 这要去查看的这个当下的时候 没有想到你看他往前走个一步 两步 三步 马上就爆炸了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到说 你今天这个北韩这边 原先是讲说 我可能就要军事支援你 你要到二线完 现在反而被派上第一线去的时候 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生还的士兵讲说 你今天普丁根本骗了金正恩 我们都是来这边被你当成炮灰的 美国大选进入的最后关键倒数 谁能搞得定美俄乌的战局呢 最近网路上有一封流传的复文意外曝光了乌克兰F6 极可能又击落了俄罗斯的第二架的苏凯34 现在更传出了决战关键的终极武器 美国战俘义飞弹可能送进乌克兰是真的吗 会不会逼出普丁的核战报复呢 战况的确让普丁一筹莫展 过去他的轰炸机外交 行至有年的图160出访行程临时喊咖 为什么 俄乌吃紧 俄罗斯根本自顾不暇了 事实上川普跟贺锦丽在过去这个在选举的当中 不断针对俄乌的这个战争未来的发展 都有提出他们的这样一个说法 但重点第一个当然是乌克兰买不买单 第二个是俄罗斯听不听你的啊 现在问题是 如果按照这个所谓的国外 在这个评估整个普丁啊 跟美国总统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发现到未来无论是谁入主白宫 都没有迹象会显示出来说 俄罗斯的这个普丁啊 愿意走上谈判桌耶 怎么会 川普不是邓廷恒说 他跟普丁是bodybody 有办法请他上谈判桌 俄乌在这里签下了和平协议吗 我认为当然俄罗斯在这个部分 也不会让外界认为就是说 我就是压保你啊 或压保谁 他没有必要去介入这件事情 可是呢 大家就会关心啊 就是说如果今天啊 普丁啊 未来就是说 因为他接下来也会遇到一个状态 就是说美国的整个动向 会影响美国会不会支援乌克兰啊 但你知道吗 现在匈牙利的总理就讲说 如果川普未来赢得大选啊 欧洲将需要重新去考虑 援助乌克兰的这个事件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啊 因为欧洲事实上在俄乌战争里面 许多国家也是面临两难的一个局面 我要打下去还是要抽腿呢 对啊 那我如果帮助这个所谓的乌克兰 那俄罗斯对我会不会有很多的这个意见 所以你看匈牙利总理就讲说 因为呢 欧洲没有办法独自承受这场战争 带来的负担啊 这是我讲的 他已经好几次说 今天如果我当选 我要你们先和平协议 别再打了 美国要抽腿了耶 那还有哪一个小弟自己要往前抽呢 那这如果全部抽的话 可能对于这个泽伦斯基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而且还有一个呢 事实上你如果注意到川普的负手啊 范斯 他曾经讲过说 对美国来说 台湾比乌克兰还要重要 所以呢 如果川普在这个部分 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有一些这个调整的话 那对于台湾会不会也有些影响呢 俄乌的战场 是不是让普丁 陷入了极为胶着的情况 你来看到 行之有连的轰炸机外交 居然临时喊咖 背后透露了什么讯息 其实俄罗斯啊 在过去确实有一个传统 就是说他会派出 他们这个轰炸机图160啊 到一些的国家 进行这个所谓的访问 那当然啦 事实上对于画面上面 这个所谓图160来讲 他当然是俄罗斯啊 整个这个国力的展现之一嘛 可是问题是啊 他本来预定在上个月底的时候 要访问南非啊 结果没有想到呢 这件事情呢 居然临时啊 被取消 那其实外界在问说 怎么取消 他说没有没有 我们是计划延后 但是延后之后呢 到什么时候抵达 也没有新的一个说法 所以呢外界就认为讲说 你今天俄罗斯 这个所谓的图160啊 之所以没有前往南非 是不是遇到一些状况 以现在俄罗斯整体上面来讲 他有16架的这个所谓的 13架的图160啊 可以担任战备论物 但问题是呢 如果你在扣掉这个所谓的 他的这个测试阶段 或什么的话 很有可能会导致说 俄罗斯整体在轰炸机的 数量上面 有受到一个限制啊 那你想想看啊 如果我今天在派 原先计划两架的图160 到南非去的话 那这个可能对于俄罗斯 整体的这个军事的调度上面 会产生一些的这个困难啊 所以呢他的这个行 这个这一次的这个轰炸机外交 居然在没有明确的状态之下 就这样被推延啊 还有另一个观察指标 是从俄罗斯全国的荣光 民族荣耀之所在 骄傲之所在 就是这样的隐形战机 苏凯57 在这一次的俄乌战场 他是立下了汉法功劳 是英雄吗 还是狗熊 你如果要看这个苏57啊 不一定要到这个所谓俄罗斯去看 因为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就是在中国大陆举办的 这个叫做珠海航展啊 那这个苏57呢 其实啊 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啊 进行所谓的转场 那结果外界就发现到 这次珠海航展 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你知道 因为呢大家认为说 所谓的苏57啊 是最新一代 我们认为叫做西方 叫五代战机嘛 那如果再加上中国大陆 现有的歼20 还有歼35A的话 等于是呢 全世界目前有五款的 这个隐形战机 有三款都出现在这一次的 这个所谓的 珠海航展当中啊 那所以外界就认为讲说 你进行轰炸机外交 可能要展现国力 可是你出现在航展 我跟你讲 在航展的部分啊 通常不会只有单纯 静态的这个展示 他一定会进行 所谓的飞行表演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国外很多买家 潜藏买家 都会在这个所谓的 航展这个地方出现 所以呢 是不是代表 就是说你俄罗斯有意啊 透过让苏57 去参加主委航展的部分 能够拼这个 所谓的外销订单啊 那如果苏57 这么飞天专地的话 你就好好的用在俄战场 痛打乌克兰啊 可是这里面事实上 也有一点困难 就是我们其实 目前并没有看到苏57啊 实资投入到战场上面去 可是大家过去就是说 没有啊 我在俄乌战争里面 好像有听到苏57啊 被那个K坏的这个 这个这个记录 对不对 其实啊 当时是传说 俄乌克兰的军队 事实上在轰炸 你在画面上面 所看到这个机场的时候呢 好像有一辆 一架这个静态 停放的这个苏57啊 很有可能是被这个 所谓无人机 在进行攻击的时候 给击毁啊 但问题是呢 如果你今天说静态的时候 被击毁是一回事 你要是飞到空中 被人家K下来的时候 对于俄罗斯最骄傲的 新一代的隐形战机来讲 他的性能很有可能 就这样被遭到质疑啊 另外一个让普丁 脸上无光的是 网路上 最近流传了一封复文 这个复文意外泄露了 是不是乌克兰的F16 击落了第二架的苏凯34呢 事实上啊 这个传言来讲啊 对俄罗斯来说 他一直不愿意去证实 就是因为这些都是 他现在在外销上面 非常主力的一个战机啊 可是你刚刚提到这个复文啊 确实让外界就直接讲说 你今天是不是俄罗 乌克兰军队拿到F16之后 他的战力增强到 可以把这个所谓的苏34这个战机啊 把他给击落 而且之前啊 才有一架被击落的一个状态 结果现在外界就发现到说 事实上各型的战机啊 在不同的空域的部分 他能够发挥的性能 真的有时候会受到限制 比如说以唐大的苏34战机来讲 他的机动性能其实就比较弱 你知道 再加他整个座舱这个配置的部分 会导致他的这个所谓的飞行员 比较难看到后方的视角 所以我如果在这个所谓的战机啊 之间这个进行空中搏斗的时候 很有可能他比较难去摆脱 对手战机的这样一个猎杀 而且你的对手是狗斗之王 F16你怎么甩得掉呢 是啊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F16他其实本来就以性能啊 还有他的这个高速的灵活性为主嘛 那以苏34战机来讲 因为他的这个飞行员 他居然是并列式的双座战机啊 所以代表两个飞行员 都在同一个平面上面的时候 你就很难啊 就像其他我们这样 我们看到就是说 我在很多地方都能够比较观察到 敌方的一个动态的这个状态之下 所以俄罗斯啊 现在到底在空优的部分 能够掌握到多少 事实上也是外界非常质疑的 白宫还在等他的新主人 看看川普 觉得自己赢定了吗 好大的口气 他警告以色列 在我重返白宫之前 必须结束加萨的战争 但以色列是你喊得动的吗 居然以色列现在就警告伊朗 别还击 否则我连上一次 没打好打满的目标 加倍奉还啊 下礼拜二没选揭晓 到底川普会不会重返白宫 但是他本人是非常有自信的 为什么 因为传出来说 这个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他之前在访问美国的时候 跟川普会面嘛 那川普竟然私下告诉纳坦雅胡 说 我重返白宫以前 就是我回到美国当总统 重新在掌权的时候 你必须把这个 加萨走廊这个战事 给我结束 给我搞好 那你如果不搞好 还有威胁这个哈马斯 你要赶快释放这个美国人质 要不然你们 你们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尤其是这个哈马斯 你也是一样 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消息 竟然传开了 哇塞 大家都觉得说 川普啊 你是认为你自己赢定 把这个赫锦利 跨都没了 但不管怎么样 美国选举的这个 可以说是呈现在紧张 拉锯的五五波状态 那现在他的死对头俄罗斯 他的动作是怎么样 他当然想尽办法 拉紧他的盟友 比如说他即将要跟伊朗 签署的那个 双边的合作战略伙伴 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条约 那这个东西其实俄罗斯之前 普丁也曾经跟金正恩签过了 哇所以 才一个月之内 跟金正恩把手给签上 现在最新 又跟伊朗把手给签上 所以我们讲的 不管你讲动荡核心 不管你讲的邪恶轴心 他们已经把手签起来了 是 这手签起来之后 年底伊朗的新任总统 培卓斯基安 还要再度去访问莫斯科 跟这个普丁 会不会在那个时候 正式签约就知道 但是你可以看到两边 已经俄罗斯各拉伊朗的手 又去拉北韩的手 所以今天如果我是伊朗 我背后有俄罗斯老大给我撑腰 我就更有底气了 那当然了 伊朗是不是会在下个礼拜二 没选之前 又动手 报复这个以色列 因为前几天被以色列打得 现在都没有反应嘛 结果现在传出来说 他可能会在 11月5号前 透过伊拉克境内 不是有一些武装民兵吗 这些是亲伊朗的 这个武装民兵 由他们来对以色列 发射大量的这个弹道飞弹 跟无人机 又来透过这样一个 老梗老糟的方式 透过伊朗的这些 亲他的这个盟友 小老弟 来帮老大哥出气 回击这个以色列吗 可是这个时候 美国听到消息 就告诉伊朗 你不要动手 已经警告你 我还是完全支持以色列 有全部完全防卫自己的能力 那以色列也讲 好啊 伊朗你要动手 你试试看 上次很多人劝我 把这个程度控制好 你有些地方 有些目标 我放过了 没去攻击他 像什么 像他真正的核设施 核设施 能源列油厂 能源设施 我上次都没有把它列为目标 如果你要回首 我下次我就不客气了 我就拿他一起打 你伊朗你试试看 所以现在都呈现一种 风云诡诀的状态 提到了金正恩 提到了北韩 然后俄罗斯 一手北韩 一手伊朗 这个世界会被带往什么地方 来我们看到了 北韩大兵 上了俄乌的战场 到底打到哪里了 今天我们给大家看到 被团灭了 而且是真的 他们换上了俄罗斯的军装 埋伏在壕沟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看过无人机 好奇的抬头一望 下一秒炸弹落下 团灭 我就问 金正恩真的这么笨吗 笨到眼睁睁看着 北韩的士兵变成了炮灰 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 那你可以看到 所以俄罗斯的这个大使 他在联合国的时候 就跳出来讲 你们西方可以帮助这个乌克兰 为什么北韩不能来帮俄罗斯呢 听起来好像有道理 对啊 有道理 大家各自拉帮结派 所以俄罗斯又不是只有伊朗这个好朋友 他也有北韩这个小老弟 那北韩在这个老大哥 这个推波柱来一鼓作气之下 似乎在10月31号 我们碰到台风天 结果他就证实试射了最新型的洲际弹道飞弹 火星19 他多厉害呢 我跟大家讲 去年底他已经试射过火星18了 火星18那时候他的一个状况 就已经让世人炸蛇了 这一次他的最高的高度 已经超过7000公里 来到7687.5公里 飞弹水平位移1001.2公里 但是我跟你讲 他实际如果按照正常的角度打的话 他的射程恐怕可以超过15000公里 全球各地也包括美国在内 不要说日本啊 太平洋 夏威夷 都是在他的这个四射范围内 所以他能打的高度 跟他能试的这个所谓的射程 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换句话说 我有能力打高 我就有能力打远 美国都在我的全境覆盖的范围 他这一次的这个 采用三级固态燃料的最新型 ICD的洲际弹道飞弹 为什么要打那么高 专家说啊 可能是用这么几乎近乎垂直的 高飞轨道这样子打到太空去 然后再掉下来 那这样子代表说 他这个飞弹有能力去规避 各国的防空飞弹系统 以及各国的这个雷达去侦测它 那用这种垂直角度去发射呢 除了躲避各国的这个雷达发射能力 俊强我告诉你 当它垂直再落下来的时候 速度是非常快 你要用任何 包括萨德在内的这个 中层弹道飞弹防御系统 去拦截它 都很麻烦 再加上如果它的这个弹头上面 可以带好几个分导核弹头的话 那恐怕是威胁很大 所以他采用这样的一个 这个发射方式 你看 难怪金正恩他特别有自信 带着他的宝贝女儿金主爱 特别去观看 我亲自坐镇指挥 北韩的领导人 带着自己的宝贝爱女 还有他的亲信 他的部署 他的整个这样重要的这个下属 在那边一起观看 火星19的这个飞弹发射 他非常满意 而且还强调说 北韩绝对不会 放弃改变他强化核武发展的 这样一个路线 美国呢 韩国呢 他们吃素的吗 当然不是吃素的 美国韩国呢 他也用这个联合军演 来回应这个北韩的飞弹四射 两国空军部队 在同一天 派出了超过110架 F-15K战斗机 KF-16 然后还有这个F-35的战斗机 以及MQ-9的无人机 然后去模拟什么 模拟联合韩美两国的空军战斗机 在军演空对地的这个轰炸 轰炸什么呢 我们不是在讲北韩发射了这个 火星19啊 前面还有火星18啊 对 都是机载的啊 车子运到哪里 打到哪里 打快跑 结果这时候美韩空军的战斗机 就故意模拟去轰炸 疑似就是类似他们模拟说 这个是北韩的这个飞弹发射车 就这么巧 很针对耶 是 是 你发射飞弹 我就打你的飞弹发射车 这个其实叫做源头打击能力 这要早期侦测早期撤知 知道它的飞弹发射车部署在哪里 机动 移防到哪里 我就去打你 让你飞弹射不起来 这个美国韩国的空军也是很针对 我又一拳可是金正恩后面的老大 普丁怎么可能容忍自己的小弟 挨到美国这一拳 是的 所以俄罗斯啊 据说他这两天也神神秘秘的 办了大规模的这个演习 而且他特别连续试射了三枚 洲际弹道飞弹 跟北韩在射的这个ICBM 也是如出一策 而且呢还被捕捉到有些画面 这个是你看到 浅射型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布拉瓦 他们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海军 奥利尔格大公号的这个战略核牵 你是在北冰洋 据说是在二货赤科海 冰层满部的这个海面下 它试射了这个ICBM 这个布拉瓦洲际弹道飞弹 它射程超过九千公里 不只破水还破冰 而且它有隐秘性 因为你刚刚说破冰 它在冰层底下覆盖着 不容易被侦测到 对 不容易被侦测 很难侦测 那它发射了之后呢 这个布拉瓦它又可以吸带 六枚到十枚的这个奔岛核弹头 我说最多好了 也就是说它一个飞弹有十个核弹头 而且我要是多打几个出去 天女散花 你拦得了一枚 拦得了两枚 只要有一个落在土地上 你吃不完都这种 而且这一艘的奥列格大公号 它是北风之神奇的 这样一个核战略潜舰 它至少可以搭载 这个发射十枚以上的 这个布拉瓦的洲际弹道飞弹 那再说呢 像这样的一个另外一艘的是 新莫斯科号的这个战略核潜舰 它发射的是北约代号青州 那俄罗斯的自己称呼 叫做青班ICBM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它跟布拉瓦斯固态燃料 和北韩的五吼星19固态燃料 不太一样 它采用的是最新型的液体燃料 这样会差别在哪里 它可以加大它的推力 它倒得更远 对 它在发射之前 可以把这个飞弹 再注入它的储存的这个燃料 也就是液态的这个燃料 然后加大它的推力 它可以射程到更远 多少 8300到11500公里以上 尤其核潜舰 它是在海面下一直移动的 它航行到哪里 它可以打到哪里 它的射程就会有很较强的弹性 而且采用液态燃料发射 它有非常强的电站干扰能力 也不容易被侦测察觉和拦截 所以刚刚靖平 其实已经埋下了一个伏笔跟梗 我们进入了这一题的深水区 金正恩的算盘怎么播的 今天我派万名的大兵 上俄乌战场 交换俄罗斯普丁 交付给我的俄罗斯的 洲际弹道研发的能力 今天一开始开场就看到了 抢抢棍 我就问了 已经派到了俄乌战场 已经换上了俄罗斯军装的那些 北韩大兵 后来真的变炮灰了吗 是的 看起来有这么味道 好像有点当炮灰了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这些北韩的大兵 脸色青 脸庞青色 看起来真的是年轻 十多岁 十多岁到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你看到没有 清秀的脸庞 人生地不熟的出来炸到 这个俄罗斯 库尔斯克这个地方去 要开始去学习一些简单的技术 然后稍微摸手之后 就会派上了这个战场 结果他一报到之后 还有一些中国人 跟他打招呼 还喊你好 搞不清楚 以为他是这个 真的是中国人 就这些北韩大兵 他到了战场 似乎不熟悉 那战场上的突如其来的 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势 看到了这个 乌克兰军队的无人机 在天风上飞的时候 他们还懵懵的这样子 他第一次看过这种东西 然后头望着望着 没想到无人机就 下一秒丢了一颗炸弹 掉下去 你看他们在壕沟里面 还在张头 在探望很好奇 炸弹一炸下去 你看他们蓝色的就是炸弹 炸一下 你看他躲都没地方躲 这个场景 都拍下来了 对 你看他躲都没地方躲 所以我们镜头下面看到 抬头望天空的 都是北韩的士兵 他们完全没有经验 这个就叫战场实战经验 俄罗斯的军队 经过这两年来的这样子作战 大概知道怎么应对 你看到无人机在头上 你就要赶快找地方遮蔽掩蔽 乌克兰不是跟你嘴巴说说而已 他如何展现 以一挡板一个人的武林 所以乌克兰的这个士兵 也不是随便说说的 他们产现出来的战力 是你看到没有 一个人可以这样子 直接把炮弹取出来之后 又随手把他抱着 跑到旁边的这个 155的这个炮 他的一个推流弹炮的 他的一个装备 他都没有直接 就他一个人 所以一个人的武林你没讲错 也是算是以一挡百的这样的一个战力 直接发射出去 然后他再来去弄下一个 通常这样一个炮兵 起码有一个炮兵班 至少三到五个人这样子可以完成 他只要一个人他就搞定 这才是真的战斗民主 不会这就是实战经验 所以你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这场战打下去还有得看 当北韩大兵出现在俄乌的战场 他彻底改变了这战场的面貌 改变了什么呢 变得更棘手 也更让人担心 普丁证实俄罗斯已经展开了新一轮的核武演习 要来回应美国对于远程攻打武器的松绑的这项决定 因此我们看到俄罗斯包含着水下空中核三位一体在秀muscle 更特别的是当年丢下人类第一颗青弹沙皇炸弹的图95轰炸机 居然也再一次的出现在日本海 马老师来告诉我们 他振着了美日韩 他把普丁逼急了 最后会不会擦枪走火呢 大家现在每天都在讲 第三世界大战 核子战争 讲多了 讲多了就罚了吗 狼来了嘛 狼来了大家就不以为意了 先别人把这个事情 万一狼真的来了 狼真的来了吗 人类要怎么来面对 好 现在关键在这里 拜登放话 只要发觉北韩的部队在乌克兰打仗 我立即就把长城飞弹供应给乌克兰 而且让他去打莫斯科 对 普丁放话 只要有你的美国长城飞弹打到我莫斯科 我就核武回击 你一步我一步会不会真打起来了 放话对不对 对 错 普丁岂是放话的 普丁做 普丁自己实地参与 自己实地宣布 俄罗斯进行全面性的核武演习 这一次的演习有不同于以往吗 这是近几年来 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核武演习 第一次三位一体的演习 什么叫三位一体 首先普丁把核武使用原则放宽了 第二个注意看 他在勘察之半岛 发了一个地基的导弹 陆基的导弹 导弹 发射出去之后 还没完 两艘核能潜艇 也发射 水下的潜射 水下巡异飞射 然后突九五 啪出去 也投掷导弹 核武演习吃全餐 三位一体全部出动 而且俄罗斯国防部说 全部精准命中目标 好 我先讲 他这次在勘察之半岛 射的那一枚 不是普通的巡异导弹 那是什么 他这个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你看他这射的画面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他是射给美国人看的 第一个 他现在可以带三枚核弹 将来新的要带六枚核弹 他可以飞一万两千公里 也就是从北极射出去 全美国境内都带 它现在已经在线上 可以使用的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有三百枚 三百枚 每一颗带三颗好 我说将来可以带六颗 那不就一千八百枚的核弹了 对 现在是九百枚 将来一千八百枚 我告诉你 它的力量 可以把五万以上美国城市 全部摧毁掉 五万以上 所以这一次他不是 轻易地在掉以轻轻 就在这个同时 我再跟你讲 发生了一件极严重的事情 在1961年10月15号 俄罗斯四爆了一颗 全世界最大 最厉害 威力最恐怖的 沙皇炸弹 就犯给美国人看 你不要让我重启 沙皇炸弹 我沙皇炸弹 打了美国 你受不了 各位看 这个 它的纪录片是这样子 就是徒久 我带着这个沙皇炸弹 到西尼岛上空 一万零五百米的时候 丢下来 在四千米的时候爆炸 爆炸 我告诉你 它那个蘑菇云 你知道它的直径 迅速运多大 直径超过九十公里 九十公里覆盖了 整座城市 对 好 然后 我告诉你 它这个火光 一千公里之外 可以看到 最重要来了 现在美国人傻作 你知道它一颗的 这个威力是多少 三千八百颗广岛原子弹 三千八百颗广岛原子弹 而且注意看 然后它就说 这里所有几十公里的这个沙土 是 全部变成焦土 放给老美看 放给欧洲看 是 你受不了 受不了 这样子的一枚炸弹 受不了啊 把你在那边 放一下上空爆炸 是 你整个毁城市 毁天灭地 所以这是普丁 在这时候放这个影片 是 最高最高的一个警告 对 好 现在最大问题在哪里 在北韩 因为北韩派一万两千人到俄罗斯去 普丁会不会让这个小老弟没面子吃亏 当然不会啊 他做这些事情都是只有一个目的 替小老弟 撑腰 好 各位 看 就在同一时间 你看俄罗斯做多少时间 宣布完成了太平洋舰队六艘潜艇 六艘潜艇 这是太平洋舰队 就是在我们这边 好 这是洛基第三代潜艇 他建六艘 六艘都完了 马老师这有什么了解 这才有潜见嘛 我告诉你 这美国人最怕的 为什么 不是核动力他最怕 第一个他立宗 安静 立宗 他是立宫潜艇 我告诉你 美国人就怕你跑到我旁边来打我核弹 所以我一定要把你搞清楚 立宗你怎么搞清楚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他可以在水里面浅扑四十五天不动 四十五天 第三个我跟你讲最严重 他带有口径飞弹 他口径飞弹是可以打核子弹头的 那他现在口径飞弹 只能打2500公里 所以美国人很简单 我只要把2500公里的海域去 收空 收让你进来 对 但是俄罗斯知道 俄罗斯现在研究出一个四千五百公里的核导弹 就他可以打四千五百公里 对 我看你在进空嘛 所以第一个 他现在这边想 第二个 你看普京做多少事情 突然之间两架图95 由苏几海三十富航到日本海 在日本你知道飞了多久 飞了十个小时 飞了十个小时啊 日本人 哇 吓得惊慌失措你知道吗 好 为什么在这节骨眼上 他突95在日本飞十个小时 就是告诉北海 你放心 老大哥在这里 所以普京最近动作一连串 他说马老师 图95太老 是图95七十二年的 1952年研发出来 现在是2024年 七十二年 错 当年为什么要研发图95 就是为了丢原子弹而研发出来 他专门丢原子弹的 而且我告诉你 他的航程可以开 一万两千公里到一万四千公里 他时速可以开到八百公里 我告诉你 各位看 老婆看 他有四个螺旋 涡轮的螺旋桨 当然这四个涡轮的桨 是全世界最吵的飞机 他外号叫做熊 我告诉你 他吵到什么程度 美国潜见的时候 我们在海底 都可以听到他飞过去 吵死了 连美国战斗机 我们去追他 只听到他的涡龙引擎声音 我的喷射机声音 我都听不到 所以我告诉你 现在因为他丢核单 日本收核单的侵扰 我派两架这个 到你的上空去 都是有特殊目的的 这个时候 会不会何威辙变成了何失控呢 全世界等着看 那一万两千公里 派进俄乌战场的北韩大兵 韩战之后就没有打过实战 看看他们真的是 最不怕死 最耐打的人间杀气 还是根本来轮回炮灰而已呢 我跟你讲 现在因为普丁刚讲 突然之间 做了这么多 这么多这么多事情 都为了小老弟 都为了小老弟撑腰 是 小老弟到底有没有去 是美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对 我告诉你 一万两千名北韩兵 源源滚稳 确实是到了俄罗斯了 来我们看这张 这个是 已经北韩军队 已经穿上了俄罗斯的军服 穿上俄罗斯军服 在莫斯哥红场 拍照 确实已经抵达了 观光确实已经抵达 拍照 你看 很开心 注意哦 他穿上俄罗斯军服 然后很开心 去那边打卡 看到没有 拍照打卡 你来打仗呢 怎么搞得跟观光客一样 因为白新鲜嘛 他们现在还在受训 他穿俄罗斯军服 用俄罗斯武器 他现在在受训 我告诉你 受训完了 这群猛兽一上战场 准备去当炮灰了吗 不晓得是不是炮灰 是 好 注意看 这张照片更有趣 他们宣到了俄罗斯 穿了俄罗斯军服 但是对不起 两张王牌的照片 随身攜带啊 金正日跟这个金日成的照片 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 还是要戴在身上的 这一次在俄罗斯的战场 为什么说完全改起来要骂 金正恩这个小老弟 对于普丁他是 有人出人 有武器出武器啊 现在金正恩对俄罗斯 确实是尽心尽力 对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 俄罗斯军援给他 十亿美元就丢给他 第二个 技术资源给他 我给你导弹啊 卫星啊 第三个 现在你的卫星 用俄罗斯的卫星了 好 但是现在传出一件事情 传出一件事情 就说 这个现在 北韩 两万箱以上的货柜 运到俄罗斯去 运到了 两万箱 他运的是炮弹 两万箱可以多少炮弹 940万发 152的炮弹 跟122的炮弹 他主要是送这两种 但现在有传出说 六成都打不准 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前线 推动不去 那不是很拉惨吗 我告诉你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就是北韩要跟俄罗斯 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我将来无人机 飞弹 部队 圆圆滚火而去 注意看这张照片 这个人是谁 是北韩的外交部长 叫崔善基 是 他9月16号 去俄罗斯 这个俄罗斯 就他今天 这张照片是今天 他又去俄罗斯 他这么密集造访 俄罗斯做什么 我认为他谈两件事情 一个是民的谈 我怎么支援你 怎么跟你合作 第二更严重 我觉得金正恩要去访问俄罗斯 跟普丁见面 我的一万两千名大兵过去了 我人也要过去了 我认为他是去谈 安排金正恩 去跟普丁见面 这就不得了 天大地大 他们两一见面 这边要谈什么呢 我告诉你 携手合作 南韩打我 我就帮你打 乌克兰你帮我打 有人欺负我们 就核弹对付 我告诉你 双方只要 达成这个协议 这个天下就乱掉了 最后这句很恐怖 所以核威者会变成 两国的核失控 所以我告诉你 我们刚刚已经 讲了一大堆 今天普丁做的事情 金正恩做的事情 也是有玄机 这火星18 对 火星18不得了 它可以飞到 6千公里的高空 飞1万5千公里 飞到美国头顶上了 带核弹头 我告诉你 它既然弄了 火星16B跟火星18 把它故意拍照片 给欧洲看 美国看 日本看 南韩看 你看最后一句说 带核弹头 飞了1万5千公里 打到美国上空 美国大选过后 它要丢核弹了吗 我告诉你 就是你如果真的爆发 两韩战争 你真的打到我头上 我就丢核弹给你看 所以今天 所有的新闻 所有的动作 只告诉你们一个讯息 俄罗斯跟北韩要吸手了 吸手 如果你们还敢欺负我 对不起 核弹伺候 你看老师敢不敢 欧战场关键10月 普丁恐怕真正大失算了 他心里千香万想 只想到了万名的北韩大兵 前来支援他的俄乌最前线 没料到 却让乌克兰有了理由 踹破普丁的红线 因为美国国防部已经表态了 如果北韩参战支援俄罗斯 那么乌军使用美国远程 打击武器将不再射线 拿开他的捆龙索 那这场战争 岂不更多的变数了吗 更大的变数在这里 南韩准备将乌克兰 直接送进去反炮兵雷达 跟精准战术导弹 毛给盾也给 乌军用南韩的炮火 去打北韩的兵 那不是代表跟全世界宣告了 韩战已经提前在 俄乌的战场跟土地上 正面对决了吗 军相 战事升级 是不是让乌克兰 解开了捆龙手 可以大展身手了吗 你从美国的这个发言人 就可以听得出来一些端倪 美国国防部他有说到 如果北韩军队 介入了这个俄乌战事的话 那美国将不会对 乌克兰的这个军队 你要怎么去使用西方国家 包括北约和美国在内 这些国家给你的武器都不再设限了 记不记得之前在俄罗斯卡山举行的这个金专会议 普丁是不是一语成诚了 因为西方记者也不是说好事 而是会提前跑去问普丁说 哎呀 如果说这个美国媒体有形容川普 他威胁说 如果俄罗斯打乌克兰 那他将会攻击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市中心 当时普丁他是有讲到说 他不记得川普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但是川普的话听听就好了 你也不用对于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各方的阵营这个候选人 讲什么言论太当真了 他说你想威胁谁都行 但是威胁俄罗斯那是没有意义的 讲完没有多久 金专会议落幕没多久 他讲这些话 也就是说你美国人讲的话 你听听就好了 结果竟然美国就已经说 我会放开这个限制 让这个乌克兰用武器去攻击你俄罗斯 所以昨天我们讲到了 昨天才在讲说 普丁要求要拟定 万一俄罗斯被松绑了 他用远程攻打来打我们俄罗斯 甚至打到本土会怎么办的时候 最有可能被拿来动用 攻打俄罗斯的会是什么样的 援火武器呢 那当然美国的这个媒体 也有报道说 美国白宫正在评估 是不是让这个 AGN-158这样的一个飞弹 可以去提供给乌克兰 我们知道AGN-158 它其实是这个JSM 它的其中的一个系列 这个飞弹 有三种款型 一个是基本款的 370公里射程 另外一个是ER增程型 大概到500公里到700公里左右 那还有一个XR的 这个集成型 就是极端远程型的 大概是在970到1900公里 超过1000公里都可以做得到 那像这样的一个 AGN-158 它的这个飞弹 如果挂载在美国 支援乌克兰的F-16战斗机上面 那这F-16战机挂载着JSSN 像AGN-158 它可以让战斗机 在4巨外 也就是说你不必飞到敌人的防空炮火 防空飞弹 或者是敌人的战斗机的射程范围内 你在远远的地方 370公里 甚至500公里 你不用瞄准它 你直接发射就好 你发射 它就有AI的功能 它自己会去找 对 它就像巡弋飞弹一样 它会自己去攻击那个目标 提高战机在战场上的一个存活率 然后又可以在安全距离范围外 去精准打击 你要去攻击地面目标 以俄罗斯而言 你就可以去打哪里 就想打哪里 另外一个更棘手的情境是什么 随着这个万民的北韩大兵 进入了最前线 南北韩 韩战会提前在俄乌的土地上 提前开打吗 有可能就是把战场 从朝鲜半岛延伸到俄乌战场上面去 彭博社就有引述韩国的高级官员 提到说韩国正在考虑 以前韩国有受限国内的法律 和宪法的这个限制 你要去援助到这个战争中的国家 交战的这个国家 你不行运送武器 你要转来转去 可是现在韩国考虑 我要去修改这些法律 那我就直接扭转了这些 像交战国家提供这些军事武器 来援助了这个政策 我不演了也不转了 我直接给乌克兰 因为北韩都去帮俄罗斯打乌克兰了 韩国为什么不能帮乌克兰 把他的K5G都提供给乌克兰呢 朝鲜半岛算是全球 数一数二算少数 两大韩国跟北韩 炮兵入战部队最强的国家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之前讲过 南韩这几年 他们发展军工产业多么的迅猛 已经排进全球Top10了 是因为以前的韩战 就是这样子互相打 那如果两大炮兵的这个国家 在这个朝鲜半岛以外 跑到俄乌战士去 做一个直接冲突 那不就是两大炮兵强权 被卷入进去了吗 我们讲你刚刚说 韩国的武器有多强 都可以列入Top前几名 在全世界 韩国在这个盐平岛 这个炮战之后呢 那时候这是金正恩主导的 他还没正式登机之前 那后来因为在那个战役之后 他们就开始痛定思痛的 这个思考和检讨 他想要想尽办法 去破坏北韩的这个地下坑道 就想要用破坏北韩地下坑道的 这个远程火爆阵地 他就发明了很多的 这个地对地的战术导引飞弹 除了我上礼拜跟大家讲的 玄武五行之外 他们在去年也完成了 质量验收的这个四射 射程超过180公里的KTS-SN 误差范围大概只有5公尺左右 等一下你从多远的地方打过来 居然可以在5公尺的一个 周园之内打这么准 当然是180公里以外 就相当于 你从台北可以打到台中 苗栗台中去了 太可怕了 那你从首尔打出去的话 你当然可以打到38路线以外 打到北韩去 而且这个是全球最高水平的精准度 因为误差范围只有5公尺 它可以击穿到地下碉堡 跟加固的坑道 好像几公尺以下 就像以色列这样的状况 而且它现在最新研发的 update的这个二代版本 甚至射程可以超过300公里 所以你的意思说 今天如果南韩把这一套的 非常精准打击的 地对地的战术导引飞弹 送进了乌克兰 交给乌军的话 哇那普丁的俄罗斯大军 可有苦头吃了 所以这个是南韩 韩国他们的提供的最强的 毛与盾之中的一个毛 那你刚刚讲盾 盾是什么呢 盾就是它的一个炮兵的 这个防空飞弹的 这个征收雷达 因为他们为了侦测 北韩的这个炮兵位置 必须把这个数据传送到 这个韩国的军方各单位 所以它对于这个 北韩的这个炮兵 它的一个阵地 它要实施反击 精准征收 猎取它的这个目标 然后再回击 所以它的最大探测距离 大概至少到70公里左右 这个天径雷达呢 它搭配八成一八 你看它是八成八的 这个卡车的载台 它可以展开机动的 这个越野式的野战部署 就像画面上看到这种 那维修跟操作的成本 也相对低廉 可以连续运作 至少八个小时 而这样一个天径雷达 就是韩国军方 最强的盾 盾加上毛 那韩国可以自己用 用来对付北韩 也可以提供给乌克兰 让他在这个战场上 也验证韩国的这个武器 一举两得 那是不是 北韩跟韩国的战事 就外溢到了俄乌战场上呢 我们曾经预告过 接下来的两个半月 到今年年底之前 会有万名的北韩大兵 前进俄乌战场的最前线 把俄罗斯 把普丁打这一场硬仗 但是啊 但是 普丁这个时候回过神来 会不会觉得 哇 我怎么被警政人坑了 是啊 普丁真的有这种感觉吗 那我们来看看 北韩的真援部队 甚至传出来 被丢包在俄罗斯的森林当中 怎么会 简直像娃娃兵一样 他们不是会胸口碎大石 说是人间最强悍的杀器 还是北韩特种部队 不可以小看金正恩派的人 但我告诉你 有40名北韩士兵 到了这个俄罗斯之后呢 跟当地的俄军士兵 进行了一个短暂的技能交流之后 结束之后呢 竟然有将近一半 大概18名的北韩军人呢 他们就被留在俄罗斯 当地这个乌克兰进攻的 那个库尔斯克的这个地方的森林里面 哇 其实在那个地方是森林很多啦 那结果这一中呢 可能因为这一群北韩士兵呢 他又没有方向感 所以迷路了 在这个森林里面 只能这样子走来走去 往外找找找俄罗斯的指挥部 最后两天后呢 被俄罗斯军方找到他们 已经距离他们原来 这个会合解散的地方 60公里以外了 你搞半天 你是要来奋勇杀敌的 你是来帮忙的 你怎么让我反而帮倒忙啊 对 所以这个俄罗斯 就赶快把他们去找回来 又拘留了他们 太惨了 还要找人去照顾他们 也难怪之前会流出一段声音 他们不屑这个北韩的军人 但是你想想看 普丁跟北韩 金正恩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交换 他提供你一万多人的兵力给你 那你帮助他的什么 传出来 普丁似乎要给金正恩北韩 36架苏凯35战斗机 你拿35架的苏35 去交换一万名 这样不堪打仗的北韩士兵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像亏本的交易 太惨了 北韩现在肯定没有钱买30多架 先进的苏凯35战斗机 因为北韩大部分都是米格机 那米格机你怎么会有空优 都在朝鲜半岛对付南韩呢 那现在北韩只要突破全球的封锁 你借由你派部队去帮俄罗斯 换来了一批30几架的高科技的 这个空军的战斗机的话 是不是朝鲜半岛上空的空优 可能那个态势会微妙的 产生一些平衡性的改变 所以我们来看到地表的另外一桶火药库 朝鲜半岛的北韩 北韩大兵一波一波已经派进了俄乌的战场 即便被人家笑去吃兵 被人家笑我就把你当炮灰 金正恩为什么干冒这样子的一个羞辱 也要把兵送进战场 他到底盘算什么 他到底想要普丁手上的什么样的空中杀器呢 而即便百般的被羞辱 你都不要忘了 北韩的部队是全世界最不怕死的人间杀器 传闻上阵的北韩第十一的暴风军团 他的铜瓶 他的铁骨 根本就是人体兵器 绝不容易低估 好各位观众 现在这个俄乌战争 已经进入了新的拐点了 普丁现在是不是等于是预告 新的战场要展开 因为普丁加莫斯科这些当局 正在研发出 正在发想出一些对策 怎么对策呢 他要防止美国跟北约的盟国 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的这种远程的攻击 来打到俄罗斯的境内 再强调一次 现在普丁他们担心 乌克兰在北约西方国家的驻权之下 会再一次踹破他画下的红线 你的红线没有人瞄你了 你说不准用这个所谓远火的武器 打到你的俄罗斯本土 现在也极可能即将要发生啊 是因为等于北韩进来之后 让整个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那北韩进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谈论说这个话题 其实也话题非常多 包括了金正恩的心腹 已经到了俄罗斯 上个礼拜我们刚才说 金正恩的导弹的工程师 站在俄罗斯的军人旁边 现在已经他的心腹都已经抵达俄罗斯 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站在金正恩旁边的 这个是北韩朝鲜人民军的总参谋长 金永福 所以红色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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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现在人已经在俄乌战场了 是你要知道过去能够站在金正恩旁边 那等于是一把交椅 等于第一把交椅也是他的心腹 那现在这把交椅呢 已经抵达了俄罗斯境内 要参加他们的特种部队作战 好接下来就是非常非常诡异的事情 你看到金正恩对他的普丁老大 把兵派到了俄乌战场 怎么还够贤臭臭 靠你笑说你是去吃兵 我们知道其实坦白讲 两方的军文化不同 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的感觉 也开始有点矛盾开始出现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军方 有时候看到旁边北韩的军人 他们觉得北韩军人怎么站在指令里 眼睛瞪得大大的感觉 他们说还以为他们是中国人 你知道吗 他以为是中国军 甚至还私下嘲讽出他们是中国佬 所以大家看得像 这样两方的军是不是有些隔阂的情况 可是问题是 北韩派了一万多名的军方人员 到了这个前线作战的时候 其实最需要什么 也需要翻译官 也需要指挥官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北韩也派他们指挥官过去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北韩的军人 每30名的军人就要一个翻译 然后要配三名军官 那现在那个俄罗斯军人不满 我们打仗的时候都没有这样的配 那为什么北韩的军人 来到俄罗斯前线作战的时候 要配了这么满 一个翻译官要配三个军官 那不是在摆拍还是在作秀吗 所以你是来摆拍还是作秀 你是要来赴生死的 你赴汤到火的 更何况天气越来越冷 包含了衣服 包含了备品 包含了食粮 都是越来越珍贵而稀缺 你找这些北韩大兵 如果你们没有站立 你是要跟我抢 你是乞丐吗 这些东西完全北韩的士兵 通通不用担心 为什么 普丁你给他们吃最好 睡最好 用最好的 所以你看看照片的时候 为什么可以理解 俄罗斯的这些军军 非常不满 因为现在就有传言指出 就明显报道指出 南韩的间谍情报积落 透露说俄罗斯要支付给北韩士兵 每个月将近2000元美元 什么意思 6万台币 哇 6万台币 在我们台湾看可能还好 那你要想在北韩那个环境 6万台币等于是当地人收入的23倍 那等于是来这边当这个 非常有钱的少爷兵的感觉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人看北韩 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诡异 难以理解的国度 错 今天我们来告诉大家 真正战场上的北韩的军人 那是最不怕死的人间杀技 最可怕的就是这一支暴风军团 有四个字听起来 毛骨悚然 说他们铜骨 而且说他们的整个战力 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形容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知道北韩的总兵里有120名的冠兵 那现在包括这个暴风军团 他就占了6万名 那这6万名其实都是尽锐尽出 怎么说呢 其实他们的训练过程 基本上是挑战人体的极限 而且为什么会被称为暴风军团 当然是有他的道理在 基本上就四个字叫人体兵器 身上的每一个关节 每一个手指 或是怎么样的初弦 通通都是跟兵器一样 你看他们大家训练的时候 我们过去在电影上看到的时候 训练铁头功 顶多就是打打酒瓶 打打玻璃瓶 那现在他不要 胸口碎大石 胸口碎大石 他们用头来直接断砖瓦 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训练 是非常严格的 甚至他们打把 就是用手枪打 在一分钟之内 要打到八名敌人的心脏 你就知道他们训练这个枪法 需要有多么准的情况 所以现在北韩泡出了这个 暴风军团来参加这样的情况 对北韩对俄罗斯来说 是不是把这个整个乌尔战场 带向另外一个新战局 拭目以待 战争打到现在 普丁脸真的丢大了 马老师曾经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 金砖峰会会在俄罗斯登场 而在峰会之前 普丁一定会把入侵的乌军赶出去 结果呢 这个期限一延再延 已经延到了明年2月1号了 普丁逆转战局的最后希望 难道只能重压金正恩了吗 曾经让美国文风色变的北韩米格神风特工队 准备支援前线 北韩版的死神无人机也在最近首度曝光 它能搭载北韩版的地狱火 全球就在关注 这一款杀技也会支援俄罗斯来到俄乌战场吗 会上演无人机的猎杀大战吗 今天的主题是普丁的美丽哀愁 美丽哀愁 这两天普丁的心情很美丽 但是情绪里面充满着无比的哀愁 这么极端啊 为什么这两天心情美丽呢 因为金砖高峰会在俄罗斯卡三召开 习近平多给他面子 提前到喀山去 而且在会前还跟他举行了会前的双国高峰会 而且讲出了普丁要听的话 普丁在高峰里面讲了一句话 我们两国是新时代的战略伙伴关系 好 他就希望习近平你也讲这个吧 结果没讲习近平真的讲 回敬他什么呢 说北京跟莫斯科的战略伙伴关系 是这个世界上稳定的力量 注意 劳不可破 普丁要听这个话 战略伙伴关系 各位 真的握手了 中俄真的吸手了战略伙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居然里面一起骂美国 怎么骂呢 美国就是制造世界混乱的冷战罢手 好 这就是他的美丽 那我问你 他哀愁什么呢 他哀愁三点 第一点 我跟大家讲 这个金专高峰会 古巴总统不来了 塞尔维亚总统不来了 最重要是巴西总统不来了 金专会的四大主角 中 俄 巴西 印度 我们讲金专五国对吧 对 巴西不来 这么多国家总统都不来 还没有 普丁为这声势浩大 就给他的小老弟哈萨克说 我邀请你入会 你来参加吧 这是莫大的一个光荣跟机会 哈萨克总统说 No way 我不来 我也不入会 我也不参加 为什么不想光 你就知道普丁有多生气了 是 普丁居然为这件事情 自出 自财 给哈萨克总统说 你不来对不对 对 辣椒不卖你了 瓜果不卖你了 番茄不卖你了 给脸不要脸 对 居然不卖 制裁 好 这第一个 哀愁 第二个哀愁这件事情 各位要知道 普丁曾经下了军状令 11月1号 要把这个乌军赶出库斯克 马老师第一个在节目当中预告 叫大家等着看 对 为什么10月1号 因为10月2号是 中俄建交70周年 是 要欢庆的庆 对 对不起 11号赶出去没有 没有 没有 就说 延 10月15号赶走 为什么10月15号赶走 为了金砖 高峰会 胜利召开 好 10月15号赶走没有 没有 现在说第三道命令下去 我以为 是10月31号 或11月 2月1号 延到明年 延到明年 军令如山 岂能一改再改 改还没关系 这代表普丁 根本没信息 没把握 在短期之内 把吴京赶 他没门 要现在 呆烂 改到明年的2月1号 好 第二个 他的哀愁 第三个哀愁 就是 你要先整理出来 普丁所有的威胁 大家都当耳边风 没有人听他认真听 来我们来讲过 普丁设立第一条红线 说禁止飞兰 芬兰加入北约 是 芬兰加入北约 没有 加入北约了 第二个红线 禁止北约向乌克兰 提供进攻型武器 提供了呀 提供了 哈马斯 第三条红线 乌克兰不得对 克里米亚大条 进行轰炸 炸了呀 炸了 第四条红线 禁止乌克兰 进攻俄罗斯本土 他都占据了 第五条红线 禁止向乌克兰 提供F16 他也升空执勤了呀 对 第六条 不得没收 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 全部都没收了 每条红线都被踩破了 每条红线都被踩破了 所以我告诉你 他的美丽与哀愁 他这两天美丽的 但是他内心里面 愁得不得了 好 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 愁上加愁 抽刀断水 水更流 谁 金小胖 好 各位看 金小胖 今天 是出了一大堆照片 不得了 各位看这张照片 这金小胖 来 导播一定要看这张照片 看到没有 重要 金小胖这张照片 向全世界讲一件兴趣 讲的是他背后的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大家伙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两家伙是火星18 我告诉你 他去视察 洲际弹道导弹的基地 洲际弹道导弹的基地 给谁看的 给美国 不是给南韩看的 因为打南韩 40公里 洲际 不用洲际 就打美国 故意给大家看 这个火星18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是去年 第一次全世界看到火星18 升空的照片 你知道火星升空 在一升空之后 在上面飞了 注意看 飞了74分钟 创下记录 而且他居然飞到6000公里的太空 6000公里的太空 马老师描述的高度 大家仔细知道 这个高度往往就意味着 他可以在水平的推移 可以打多远 水平可以打15000公里 那他如果以30到45度角度发射的话 从北韩 直接可以打全美国的境内 都逃不掉 这威胁太大了 所以他根本 金正恩今天放这张照片 就是给美国讲 我是可以打到你全境的 现在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美国叫南韩去做的 你们派遣人到乌克兰 去监视北韩军队 北韩军队在乌克兰到底有没有打仗 好 去探一下虚实 北韩说我们没有打 但是北韩的军 我告诉你 这几个军人完蛋了 居然传出了这张照片 这个在哪里拍的 这在乌克兰拍的 所以北韩大军已经到了 而且北韩的军人 跟俄罗斯的军人合一 好 所以此地无垠三百两 那现在又有一个消息传出来 我觉得这才比较惊恐的 你入军区还好 说北韩的飞行员 现在集体在俄罗斯的海森威 接受飞行训练 拜托 北韩的空军有什么好害怕的 北韩空军是很烂的 你知道吧 但是他接受飞行训练 是不是代表说 他要 北韩 俄罗斯要给他 米格31 跟苏凯35 全世界连美国都很烂 对 我告诉你 北韩的科技现在越来越好 飞机很烂 老飞机 新生命 新做法 老飞机怎么新生命 北韩大概有 800架老飞机 米格 15 17 19 21 对 各位看金正恩又现 注意看金正恩的新照片 他给两个旅飞行员弄花 是 我考你一下 你认得出来 认不出来 后面这个飞机是什么飞机 我认不出来 认不出来 对 我告诉你 这居然是米格17老古董 但是 金正恩很厉害 他现在居然把这800架的飞机 开始用远端遥控系统装上去 这系统远端遥控系统以后 他就变成无人机了 我可以远端遥控了 是 那这800架就变成800架神风特工队 神风特工队 他要自杀空机 他全部是自杀空机无人机 这就厉害了 是 米格机变神风特工队 那个就厉害了 而且他是自动远端遥控系统的 好 你不要以为北韩的空军你看不起 然后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这是1969年4月15号 老美的一架侦察机 跑到北韩边边 然后带日本海 抵近侦察 对 侦察 结果北韩两架米格21飞来 两枚导弹就把他打了 这么凶啊 我告诉你 结果美方呢 机上31个美军 31个全部死光光 团灭啊 团灭 所以这件事情让当时美国中文尼克森很没面子 誓言报复 而且那是 你知道尼克森本来警告北韩 我为了报复 我要用核弹打你 后来他一时冲动 被美国他们压下来 没有用核弹打 所以我告诉你 今天北韩 飞机烂 但是他新作法 新作风 不能掉以轻心 9月是普丁最后通牒的决断时刻 他下令要把乌军驱逐出境 但他时间不多了 居然连最精锐的隐形战机苏凯57 通通都梭哈了 今天就传出了 原来苏凯57已经针对乌克兰目标进行超过40次的空袭 就来看到 北约提供原火打击武器 对普丁造成多大的压力 而且北约完全不甩普丁的通牒 反而加大力道武装乌克兰 我们今天看一个地方 既波兰之外 罗马尼亚也成为敌党普丁扩张另一个铁拳 不但加大力道购买F35 连B-52都降落在这个地方 打造欧洲的最大基地 会给普丁带来多大的压力呢 美国总统大选即将要开始了 但问题是 现在大家非常关注 美国对乌克兰整体的政策会不会有所改变 结果美国白宫安全顾问苏利文 在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拜登现在剩下 大概四个月左右的任期 但是接下来拜登会致力去强化 乌克兰整体的这样一个 防卫跟安全的一个情况 而且还说什么 尽可能会让乌克兰处于能够 获胜的最佳状态 这个传递了什么讯息 两件事 第一个 你不要以为我四个月 我拜登垃圾时间 什么都不能解决 可以的 我要确保乌克兰能获胜 第二个讯息就是 你拿什么让他获胜 是不是让普丁最忌惮的 远程圆火打击武器呢 现在对美国媒体来说 他释放的讯息叫做 拜登将会全力去挺乌克兰 但问题是你不能嘴巴讲而已 美国在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传出来讲说F-16 会提供到这个所谓的乌克兰区 你知道吗 最明显的就是普丁感觉上 最近行程有因为这样而改变 他之前土耳其总统多次邀约普丁 但是现在普丁说 他已经拒绝了 从空中交通的可能性 他在怕什么 就被人家讲说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西方援助乌克兰F-16 那很有可能会什么 你知道因为F-16整体的战斗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会不会他担心说 我如果走这个空中交通的话 因此被F-16锁定 反而把他给击落 我连命都不保 会不会啊 但是你不要小看普丁 为什么 普丁在这段时间 很多人觉得说 俄罗斯你是吃鳖 但是我跟你讲 普丁如果要凶起来 可能连他自己人都会怕 因为在这段时间 你知道普丁他扬言说 他要攻击 你如果有提供给乌克兰 远程飞弹的这些国家 他说你这些北约国家 你给我小心一点 因为如果你真的敢给乌克兰 我就要攻击你 甚至你可以看得到 之前在黑海 居然有一艘货轮 被炸了你知道 那是呢 俄军的这个 22M的轰炸机 居然针对这个 所谓的黑海上面的 这个货轮 进行这个攻击 结果后来发现到说 你以为他打的是乌克兰的船只吗 没有哦 这个商船的国机 居然是土耳其 土耳其不是 最亲俄的 北约的盟友吗 所以我刚才讲 如果普丁要凶狠起来 可能连他自己人 都会怕的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他会不会开始进行的 所谓的无差别的攻击 那这种攻击 也有可能让所谓的 俄乌战争 接下来面临到再度升级 或者是呢 局势扩大的一个场面 那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对乌克兰来讲 乌克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事实上他也把 他这个手上 所拥有的这个武器 发挥到淋漓尽致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乌克兰军队的 这个战机 居然把这个所谓的 GPU-39的 这个滑翔炸弹 对着 比较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就是在 在库斯克的这个地方 那结果 他你看旁边 其实都还有其他的 这个建筑物 没想到乌克兰这个战机 居然透过这个 所谓的滑翔炸弹的方式 精准的穿过 俄罗斯占领的 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屋顶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我们以前早期 在看那个投资炸弹的时候 你那个投资手 要把很多的这个 这个天后的因素 角度 飞行的速度 全部都计算上去 但是他可以做到 如此精准的这样的攻击 那代表什么你知道 代表他们在整个 科技的这个运用上面 这运用在正常的技术 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 那我们就看到 为什么乌克兰战机 在这段时间里面 开始对库斯克这些地方 进行这个所谓猛烈的攻击 其实也源自于俄罗斯 俄罗斯在最近 经常在晚上的时候 就针对乌克兰的领土 去发射无人机 甚至伊斯坎德尔飞弹 他都在拿来攻击 结果就有媒体报导说 事实上在9月15号的时候 俄罗斯就针对乌国的领土 发射了14架的这个所谓攻击无人机 还有两枚的伊斯坎德尔的这个飞弹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到目前这个库斯克这个地方 已经成为俄乌之间 这个两军交战最激烈的一个前线 所以刚开场为什么我连说了两次 千万不要对普丁的最后通牒 置若网闻 你现在看到人均一开场告诉大家 这几个现场都似乎在一种铺排 铺排什么 下一场更大规模的 相互毁灭式升级式的战争 为什么 居然连苏凯57 隐形战机最精密的这个战机 居然都传出 他有好几次执行对乌克兰的轰炸任务啊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这是俄罗斯的第五代战机 叫做苏57战机 他是单做双发动机的一个状态 可是在过去一段时间 因为他被视之为叫做俄罗斯 非常精略的第五代的这个战机 所以对于要不要投入战场的这件事情 外界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那早期有说法是说呢 这个普丁把少量的苏57战机 部署在所谓的俄乌战场之中 所以曾经过去有讯息是讲说 他有6架的苏57呢 已经在这个所谓的乌克兰 俄乌战争之间的前线来进行服役 不过你知道吗 早前曾经有过一个报道讲说 乌克兰方面击落了一架苏57的这个战机 但是也有说呢 是因为这个乌克兰去攻击 所谓的俄罗斯的空军基地的时候 那一架苏57是停放在跑道上面 被你给轰炸了 但是俄罗斯对于这个讯息 其实通常都不予证实 可是最近传出来讲说 事实上苏57 他已经真正进入到所谓的俄乌战场里面 而且对于乌克兰 已经空袭将近40次左右 甚至呢发射超过30枚的这个巡异飞弹 还有KH-69的逆中巡异飞弹 那这个讯息当然一浮出来的时候 一浮出来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会看到对俄罗斯来讲 你把最精略的第五代战机 都已经部署到这里面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你对战场掌握的状况 你重新有一些的调整 甚至对于未来俄乌战争的 整个俄罗斯的这个攻击 或者是防御的形式 你已经做出了重大的改变了 另外一个解释是 这个改变的背后是不是已经弹尽圆绝 连前线一线二线 所有前面可以打的战机能飞的 难道都已经用完了 非得压箱堡要出动了吗 所以你就看到 这是为什么一开场我们说 北约尽管俄罗斯一再的普丁 最后通牒北约充尔不为 而且加大力道 今天我觉得最震撼的是这一则新闻 你不要看是直升机 它居然把一款可以直接远程 打到莫斯科红场的远程精准打鞋飞弹 挂载到它上面去了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叫做AH-1Z的所谓的攻击直升机 它们本身的型号叫做Viper 我们称之为叫做毒蛇 那当然在海外有人把它称之为叫做 癸蛇直升机 那这个其实是原先 2023年初的时候 美国当时因为斯洛伐克这个国家 想要跟这个美国说 你有这个所谓的先进的攻击直升机 你是不是卖给我 所以当时美国国防部是已经核准 将12架的H-1Z的攻击直升机 要卖给斯洛伐克 结果现在传出来讲说斯洛伐克当局 因为他们政权上面的这个调整 他们现在改思考说 我买攻击直升机好像没什么用 那你是不是可以卖给我别的东西 比如说卖F-16啊 或其他对我来讲我需要这个武器 那据说美国国防部对这件事情 是有一些抱怨的 你知道他觉得你当时跟我军购提的是这样 可是你知道吗 有危机居然变成转机 转机可以变成商机啊 转机变商机为什么 现在乌克兰发现到说 原来你有12架这个H-1Z的攻击直升机 你是已经这个货已经出来了 给我 你不买给我 卖我你知道吗 而且呢既然你美国现在是被 看起来是被弃单的样子 是 他说那这样子好了 你卖给我的价格是不是也可以便宜一点 据说呢 他就会卖给这个所谓的乌克兰要出的价钱 跟这个所谓原来斯洛伐克所提出的这个价钱 相差不到他原本的三分之一这样 那我问你 这个毒蛇直升机如果真的交付给乌克兰 他未来会在恶物战场怎么发挥功效 过去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直升机类 其实都是在本土里 这个领土里面来进行这个所谓的攻击 或者是防御 那甚至呢对于所谓的离岛的部分 如果你是短距离的部分 那直升机也可以派上用场 他没办法做大幅度的这个渡海的这个攻击 可是现在传出来说说 美军试图啊 也要把这个更先进的这些飞弹类 装到所谓的H1Z的这样一个直升机上面 因为最大的差别是我如果在本土里面 进行防御的时候 那我可能需要的射程或什么 其实都不会太长 比如说他可能5到8公里左右 可是呢以AIM-120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飞弹来讲 他其实具备160公里的射程 那如果他今天真的把这个原先空军 使用的AIM-120 把它装到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陆战用的这个直升机上面去的时候 那他代表什么你知道他会变成他们这个 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里面 射程最长的一个武器 那如果今天把他交付到 比如说像乌克兰战场里面 他如果真的拿得到是 代表的是乌克兰 他拥有这个直升机之后 他可以在本土的境内 对于境外就发动攻击 而且呢他其实打完了之后 人就可以离开 也降低了他这个增加他在战场上面的这样一个存活率 那你可能会想到是AIM-120挂载在这个毒蛇直升机 才160公里的射程怎么打得到红场 还没有完可怕的是这一款 这些东西其实都源自于美国海军陆战队 他们其实在过去这个建军备战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觉得说你陆战队 今天这个定位的东西 这个军队的定位 老实讲没有海空军的这么重要 所以过去以他那个美国海军陆战队来讲 他们都是想尽办法去节约他们所需要使用的装备 但是因为美国整个战略上面的调整 包含他的海军陆战队 现在要富有机动打击跟快速部署的一个能力 所以不只是说想要把这个AIM-120 装到直升机上面 现在连什么你知道吗 他现在也希望能够让他具有更远程的攻击的能力 居然想说他们要把这个所谓的远程攻击飞弹 他那个打到278公里以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说我要让你这个AH-1Z的这个攻击直升机 也可以配备这样的一个飞弹 那这个配备飞弹向来的时候 他不只可以对陆地或海面上的目标 甚至他也可以什么 移动目标的打击能力 意思是我以前大家觉得说 我这可能只能针对速度很慢 或者是固定在某一个地点的 这个所谓的沿体进行攻击 现在没有 你快速移动的这个车辆或这些东西 也成为他能够攻击的目标 所以你看278公里 交到哲伦司机的手上 不就图图好吗 我要打莫斯科够用 换句话说 现在的俄乌战场 现在的乌克兰变成了美军最新研发武器的练兵场 事实上每一项新型武器 他真正要能够获得验证 还有他的时效就是要在战场上面发挥 所以现在美国愿不愿意松开这一次这个枷锁 让乌克兰军队拥有这一个 事实上我跟讲 全世界在高度关注 更何况是所谓的俄罗斯 结果你知道吗 北约经委主席 他最近的他也发表言论 他说他支持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去打击俄罗斯 你记得美国在之前的这个所谓的既定的政策里面 其实都是反对乌克兰去攻打莫斯科 他会去封印哲伦斯基的拳脚 但是现在北约的这个军委主席 他居然讲说 每一个受到攻击的国家 他都有权利保卫自己 而且这项防卫的权力不能只限于说 我自己的领土受到攻击的时候 在我自己的领土里面来进行 他说所以要不仅限于自己国家的这个边界 是不是代表呢 就是说如果今天北约全力去支持乌克兰的话 乌克兰很有可能对于俄罗斯的攻击 会再更进一步 那这当然要看到说北约国家或其他这个西方国家 给了他些什么 你记得在俄乌战场一开始的时候 英国不是援助了L119的这个榴弹炮吗 当时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是 乌克兰军队就大量使用这个榴弹炮 去攻击这个所谓的这个库斯克这个地方 你帮我们科普一下 这一款榴弹炮的杀伤力有多强 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本身来讲 他的精度是非常非常强的 号称有90%的精准度 那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 你知道我只要瞄准完了之后 我就能够做到精准打击 而且以L119这个榴弹炮来讲 他本身攻击的这个威力 事实上也是蛮强大的 所以当他如果大幅度使用到这战场上面去的时候 对于乌克兰的陆军的这个打击能力 当然它会增加非常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因为这一款L119榴弹炮 它是英国的这样一个系统 但是英国的这个所谓的被遗公司 之前就已经授权乌克兰说 我们军员给你要从我这边装好的时候 把东西再给你 现在不用了 我在乌克兰就设厂你知道吗 那我可以让你设厂去生产 这个所谓的腰动五公里的 口径的L119的这个榴弹炮 所以如果他今天在乌克兰本土生产的话 那就代表什么 我在这里后勤补给保养维修都没有问题了 而且如果他要研发 更火力强大的火炮的话 打更远的 那我只要把这个弹药给换过之后 变成通用性的弹药 可能对于乌克兰的军队来讲 他无疑是把他的拳头 可以伸得更远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等你很康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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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 我请来